平板电脑冒出熊熊火光 用AR扩增实境技术 扫描卡片玩的是什么游戏呢 一个干粉灭火器的3D立体的图形 是跑出来了 好 那我们来把把手压下去 很明显这个是正确的 普通可燃物像是木材塑胶或者石油 加电火灾就用干粉灭火器扑灭 泡沫或二氧化态灭火器 可不是每种火灾都适用 补教业者开发的自然科学教材 让课本知识动起来 解释太阳能深入浅出 孙悟空还会挥舞芭蕉扇 吹动风机 想认识地热水力等再生能源 图像画后更好理解 白线斑纹是这个 所以你看到白线斑纹它的特征是 前中胸背板的黑褐色 然后它的中央有一条宽和直的阴白色线 平常见到蚊子避之唯恐不及 现在尺寸放大又立体 埃及斑纹热带加纹等特征 看得一清二楚 各种化学实验制作成700支动画 让学生不再死记或想象 这道MIT教材从幼稚园到高中都能用 还翻译成英日文 跨足北京上海和广东等海外市场 实验步骤很多考试是会考的 但是学生可能根本没有做过这个实验 他只能用死倍的方式去记忆 那我们不只有做化学 我们其实还有做物理 也有做生物 也有做敌克 就是全部的自然科都有 课堂随机抽签作答 用电脑取代签筒 点名的时间是一分钟 迟到是四分钟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请各位同学拿手机出来点名 模拟大学上课情境 动辄六七十人的班级 用手机报道只需要几分钟 不仅大大节省点名时间 系统还会帮老师自动统计学生出席率 他就是考试前一上课 我们就先放一题这样子的题目 然后考的就是在家里该看的内容 对 那你就会知道学生回家里 有没有事先做好这些部分 上课前中后都能来个随堂考 当场测验 成绩立刻显示 老师也能掌握学生吸收程度 这套教学互动系统可重复操作 减少纸张使用 把科技带进课堂的想法来自于他 有很多老师是不太知道 要怎么在课堂上快速的互动 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提供他一个工具 我们还提供他一些教学方法 告诉他可以 譬如说你每上课二十分钟 你就播一个题目跟同学互动 多花两分钟给同学回答题目的时间 其实远比你整堂课都拿来 用口头讲好很多 团队成员都是年轻人 这间新创公司成立短短四年 目前包括台大清大交大等 全台超过一百间大学 两万名老师以及五十万名学生 对这套系统都不陌生 未来他们还想解决学生各种疑难杂症 譬如说像他的职业规划 或是一些自我的学习 或是一些议题的讨论等等 就我们希望大学生在大学四年 还可以有一个我们的系统 Rubio在线上陪他一起过完四年 然后在他生活中 但他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上面都有解法 山优3C翻转教室 学习变得新奇也更有效率 TVBS新闻洪荣兵 戴元丽台北报导